政府落實興建啟德多用途體育館 有體育界人自認為場館的設計 應該設合比賽和進行物化活動的需要 並且貼近社區的使用習慣 避免體育館淪為使用率低的大白象 早前有意見提出 將用來建多用途體育館的土地拿來建屋 引起體育界不滿 幾經波折整個計劃終於敲定 但這個項目依然爭議不斷 最大的擔心是耗資兩百多億的體育館會淪為大白象 這個空間的話 其實在硬件上的製作應該可以彈性些 做體育活動 競技體育也可以 可以舉辦一些文化的活動 比如演唱會或者一些宗教的活動 在管理新的主要是副場館這部分 是應該在區議會討論 應該需要有一些可能專責的小組 特別是針對怎樣推廣那舊的副場館 避免造成一個使用率低 或者是被市民投訴 就是浪費了設施 他建議將前排的座位設計成可移動 盡量在草地附近增加更衣室 和因應當區居民的人口結構和喜好 興建不同功能的體育場館 至於興建體育館的另一爭議 就是要不要起造價不非的開合天幕 有長期關注這個項目的團體認為 天幕一定要起 大局長的經驗告訴我們 他欠了一個蓋子 所以從當年的小小的演唱會 到現在他們的使用率 都可能集中於某些體育運動上 論綜合性 既然啟德有這樣的興建 而未有正式落墨興建 能夠想到這些想法 我覺得對他們將來的發展或使用 會更加好 佔地二十多公頃的啟德多用途體育館 將會興建在舊啟德機場 北亭基平的西部 預計在2019至2020年可以落成 啟德多用途體育館落成之後 將設有五萬個座位的主場館 五千個座位的副場館 還有包括游泳池、籃球場等活動場地的室內體育館 和餐飲、體育用品零售、流冰場、保齡球場等的副作設施 鳳凰衛視機者王嘉莉報導